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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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名 答案最后也没有关系 你是往前飞的云相遇 我再也不相信有爱情 妈 你能不能在这个鸡鱼汤里面就放一点点盐啊 一点点就好 这样我真的吃不下去 娟儿啊 你吃盐对孩子不好啊 要吃盐那不就得多喝水吗 喝水奶就吸了 那孩子一天多吃三遍也吃不饱啊 当妈了 喂孩子忍忍 好不 我忍 忍你们一个月 等我月子满了我看你们怎么说 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把孩子收回来 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把孩子收回来 喂我儿子这边啊 我去走上 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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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喝了 不要再喝了 好 啊 不想动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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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干啥呀你 嗯 我看你这样抱得辛苦的嘞 整宿整宿都睡不好觉 来 玉璇姐 我给你换把手好了 来 不行 这孩子呀 只能这样抱着睡 一放手啊 他就哭 不是 玉璇姐 那这样更不能由着他了 这才多大啊 难不成还抱到大 对吧 来来来 我把它放到摇篮里面就好了啦 没关系的 来来来来来 你给我 你给我 玉璇姐你 行行 你别吓着孩子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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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吓着孩子 能游得了你啊 乖乖乖乖乖乖 妈妈抱 妈妈咋的啊 孩子给他抢去了 啥 乖乖乖 不会哭 乖乖乖 妈妈 你怎么来 你不哭好吧 乖乖 来来来来 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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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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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啊 听话来吧 妈 宝宝 宝宝你不要哭了 好不好啦 不哭了好不好啦 碧君啊 碧君 你还喜欢抱着睡 他 他就让玉玺你 你让玉玺抱着吧 你别折腾了 这样你说呢 大人孩子都受罪 啊 好不好 没关系的妈 我不累的啊 你不用管了 他现在这么小 就养成这种坏毛病 那怎么行呢 不能由着他的 你不用管了 我来收拾 丽娟啊 你让玉玺抱着吧 你没有经验 她跟玉玺亲 等哄好了再给你 好吧 你不可行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 跟玉玺亲啊 跟玉玺亲 跟我不亲对吗 好笑的啦 我的孩子跟我不亲 妈 你不用管了 她哭一回知道不管用 以后就不会哭了 以后就老实了 儿子不哭了 她才多大呀 她懂啥管用不管用的 他哭 就说明他不喜欢 你不要拧着他干啥呀 你不要吵了好不啦 你给我抱出来 快点 抱出来 快点 你给我 你给我 什么怕呀 你怕给谁定的 怕给你儿子定的 这是我孩子不啦 我能不能管吗 好 今天我把话讲清楚了 我的孩子 以后就跟我睡 你们谁都不要管 你们要愿意 就负责孩子的洗洗涮涮 要不愿意 你们爱干嘛干嘛去 不许哭了 听见没有 再哭慢慢要发火了啊 要我的命 要 哎 没有命 你别急啊 我去拿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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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夕姐 雨夕姐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雨夕 雨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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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假了你啊 把孩子给我啦 不是 姐姐 姐姐 你听我忙 你听妈说 咱们大人有什么过节 别牵着孩子 不是孩子懂什么呀 放过他吧 放过他吧孩子 听不 啊 我来 你 来 教养 对不起啊 我昨儿高兴喝多了 丽雅萍 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的孩子 我能做主吗 当然能做主了 好 那你去跟你妈说 孩子以后跟我睡 不要她管 另外 我妈最近小中风了 需要一个人照顾我 我想叫玉玺过去 孩子跟谁睡不着睡呀 我们睡好不就得了吗 哪也是为你好 孩子晚上朝你怎么休息啊 喂 玉玺这事 你说她当初那是 叫她来照顾咱们孩子的 你要她伺候你妈 也得她同意 她不同意我还不好说 我记得当初叫她来 你妈说 就是找个保姆对不了 那既然是保姆 那就得听我的指挥吧 哪儿需要去哪儿 好 现在我这儿不需要她了 两条路 要么请她回家 要么去我妈那儿 我可从来没见过保姆 条工作的 人家哪儿是保姆呀 那是我姐 那就对了 我现在需要的是保姆 不是姐 你的玉玺姐可以回家了 李洋平你自己看着办 要么你去说 要么我去说 我这么去说 我说不出口 听完 我去说 说你 玉玺姐我给你说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宝宝现在呢也满月了 我呢也能下来活动了 家里暂时不需要人手了 不过我妈那边呢身体不太好 需要一个人伺候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过去住一段时间 你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阴了啊 谢谢 啥呀 谁说了算哪 玉玺是我找来给我看孙子的 她的工钱 我是从老头看这个钱里出的 我不让她走 谁也不能让她走 您的钱哪 您哪来这么多钱哪 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 您好像还欠我们家十几万吧 如果您现在都有钱请保姆了 那不如拿钱先来还账咯 反正呢我妈身体不好 保姆是肯定要请的 想当初你们不来讲活的时候 我妈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玉玺姐 你自己掂量 你自己掂量 你要是去我妈那儿 我一个月家里三百 你要是不去 反正家里现在也不缺人手 你还能不能待到明天 就真的不好说了 好 杨萍 妈 你有啥意思 杨萍 你喊什么呀 这个家 李杨萍不做主 我自己掂量 这就对了 这才叫聪明 我现在呢 就去抱我的儿子 以后呢 讲好了 我儿子就跟我睡 如果他哭 那就让他哭 谁都别来哄 谁来哄 我是会跟谁翻脸的 别怪我没把话讲清楚 我现在就去抱我儿子 我儿子是我生的 那他就得跟我亲 旁的 一概不亲 你慢慢收拾 林伯伯 妈妈 不赶紧回来啦 回来啦 好好好 这咋的这是 我不干了 我回东西老家去 今天晚上我想给家打个电话 问问孩子的事情 一刚拿电话 他妈就骂我 说我浪费他们家电话钱 我说 那电话钱我自个儿付不行 你知道妈说啥 你自个儿有钱 你那钱不都是我女儿给的吗 谁还没说呢 十二点的时候 我又想给大家里打个电话 谁知道 他就在门背后躲着等着我呢 我还以为他睡了呢 结果灯一开 他就骂我 骂那街坊邻居都起来了 我呀 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他们是一家人 都想撵我走呢 这钱呀 我也不要了 留着他们家买花圈吧 明儿我就走 姐 玉璽姐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留着给我们家买花圈呢 你要走就走好了啦 又没人拦着你 不过 我倒是觉得 我妈没说错你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问题在你 是你自己 没摆好自己的位置 说白了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让你打电话怎么了 不让你打电话太正常了 谁家的保姆 不是自己买了电话卡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的呀 你呀 以前在我们这儿太享受了 不要钱的长途 想扯多久就扯多久 也就是我跟雅萍赋予不跟你计较 我妈可没那么大方哦 而这你半夜十二点钟打 你什么意思了 故意让她睡不好觉呀 我妈脾气不好那是出了名的 她又不是对你 她对我也是这样不客气的 我们做晚辈的 不知道淡淡一点 还在这儿告偏状 我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啊 娟儿 你少说两句不行啊 好 那我不多讲了 看在你是雅萍表姐的份上呢 明天我帮你买一张回合 我车票 另外 我再多付你两个月的工资 你一路走好 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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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 你说你找这个好老婆 我 我快走 边 Yugyeor 斯元 你这样 马伤心死了 终活 Tub 去吧 你 你就说句软话 让玉玺姐留下 你就算给我点面子好吗 你还有什么面子啊 你那点薄薄的面子 早就给你自己用光了啊 行行我我没面子 玉玺她我 玉玺她我 玉玺这个是什么 这件事情不来我 我当初坚决反对她来吧 是你妈非要她来的 现在怎么样 不过是平添一个枪灰而已 这 你这个妈 你这个妈真的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不是我说 我看这个家 就堵她一个 要是没她 我和玉玺说不定 还能成为好朋友呢 同样的 我跟你也是这种情况 李爱萍 我们要回到以前那是不可能了 我们俩就这样吧 客客气气的 你要是不同意呢 你提离婚 我马上签字 孩子归我 房子归我 你带着你亲爱的妈 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 我不管 你要是还想跟我过的话 我告诉你 你去跟你妈说 请她闭嘴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家 只能有一个人说了算 那就是我 我跟你讲一句实话吧 我现在是看你可怜 我是可怜 自带收留她 你们要真把我惹急了 请你们光屁股滚蛋 你回吧 别紧 你送我 你回吧 平总继续 Io 我 Rogers 我知道你 娟儿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 开始研习玉玺以前的习惯 就这么不撒手地抱着 晃着 就愿意宠着孩子让孩子高兴 她终于明白了玉玺 还有婆婆当时的心 对这样一个可人 再怎么溺爱都不过分 我妈在这之后出奇地沉默 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蜷缩在厨房 或躲在卧室里不出来 很多时候一个人默默地反呆 她已经意识到这个家的现实 她的儿子根本不做主 而她只是在这个家借助 而我无论找多少机会 跟我妈套近乎 她都报复性地死不开口 基本上 我妈在家说话的机会为零 李娟马上就要上班了 我有个想法 可我不敢跟她说 妈您就放心吧 娟儿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而且您这也是为她着想 她肯定能理解 您早点歇着吧 这什么招 转眼三个月产家到期 李娟要上班了 李娟这一走 整个家包括孩子 就都丢给我妈 妈 李娟儿想借这个机会跟我妈和解 一是为了孩子 二也是为了这个家 我要对婆婆好一点 毕竟嘛 她是雅萍的妈 是孩子的奶奶 妈还没睡呢 明天我要上班了 我把今天晚上的奶和明天的奶 都泵好了放在冰箱里了 以后孩子就交给你了 麻烦你了 妈 那你早点休息吧 妈 妈 妈 我把奶放冰箱了啊 你记得给宝宝吃 妈 家我就交给你了 拜托了啊 我把奶奶干了 她年的牛奶 我把奶奶干了 我把奶奶干了 你没想到 她怎么回事 你把奶奶干了 来 儿子 哎哟 哎哟 宝宝 想不想妈妈呀 想不想妈妈呀 宝宝 我喝奶啊 宝宝 你看什么呢 你不理妈妈呀 喝奶啊 干嘛 你怎么了 你 喝奶 怎么了 宝宝 你怎么不喝奶 喝个奶 宝宝 你怎么不喝奶 宝宝 你怎么啦 哦 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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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这件事情啊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儿子现在不吃我的奶了 我喂他奶 他只是叼着我的奶头磨牙床 磨着磨着就睡着了 不应该呀 孩子这个时候嘛 正是要吃的时候 那当时我们家健健 是给多少吃多少的呀 不行 我给林大夫打个电话 快点听话啊 来 喝奶 来 来 喝奶 来 宝宝 你听话一点好了啦 来 来来来 宝宝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在干什么呀你 你在干什么呀你 不是 我那个什么 你什么呀你 太过分了你 李阿平 你听着 你要是半个小时之内不回来 你就见不到你亲妈了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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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还想销毁罪证啊 我告诉你 不是呀 不是那个什么 你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 你在这儿待着 让你儿子回来看看 你倒你什么嘴里 我真是猪油蒙心了 我还对你好 我还跟自己说 我 你 我真瞎了眼我 我养了一只白眼狼是吧 你 你就拿着这个奶 在这儿待着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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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上去啊 你先走这儿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都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 你亲爱的妈做的好吃 你自己看吧 我说我儿子怎么不饿了 我说我儿子怎么不喝我奶了 他把我的奶全倒掉了 李阿平全部倒掉了 你按他什么心啊 你按他什么心啊 让孩子跟你亲 跟我不亲是吧 他是你亲孙子呀 你太过分了 你为了达到 霸占这个家的目的 你连个吃奶的孩子 你都要用上 李阿平 李阿平你自己看 今天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自己做学生啊 行行行你教你冷静点 冷静点 能听我说吗 你听我说吗 能 你说 咱们有问题解决问题 好吗 你听妈讲好吗 怎么回事你听妈讲 好 给你讲好了 我听她讲 冷静点听啊 你跟她说怎么回事 李娟 你听我说 你一天上班挺累的 还要给孩子帮你奶 孩子一天比一天大 吃得越来越多 早晚是得断的 现在我就想 一点一点的 给她往里加点牛奶 一点一点加 让她慢慢适应了 将来呢 给她断了奶 她能吃牛奶 咱们不着急 如果说现在不加 一下子断了奶 她不吃牛奶 咱们急死了 你说这是不是 是 再说了 现在这个奶粉呢 挺好的 有的奶粉那样成分 比母奶还丰富呢 那有的孩子 没有母奶呀 不就吃奶粉吗 不长得也挺壮实吗 你说 如果你在班上那奶脏的疼 我跟雅萍听了 那心里头 真的 是她 李娟儿啊 我没有坏心 那是我孙子 可你毕竟是她妈呀 我没有办法跟你比 你尽管放心 你 你知道我是她妈呀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你听我说 你这么好 不是 你好什么呀 你能不能听完说完 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我跟你解释 我跟你解释行吗 好 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 这件事在你上班之前 妈就跟我商量过了 之所以没告诉你 就是怕你误会 都是为这个孩子好 都是为这个家好 而且也是为你好 你每天奶仗成那样 孩子要偷偷喊 喊着想吃奶 怎么办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呀 只能这样 你的奶迟早要断的 那我们怎么办 就是为解 有这个问题 就解决这个问题吗 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呀 我现在的感觉是 怎么都觉得不舒服 怎么都觉得别扭 可面子上 我都讲不出一句来 我现在心里的感觉就是 又被这个老巫婆算计了一把 回回都让她走在前头 我觉得人要讲道理 你们都听讲道理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因为孩子迟早要断奶 所以干脆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 就不让她喝奶的道理 我从来没听过 如果这样的话 好 那人都是要死的 那现在活着干嘛 还不如去死算了 你不能这么比呀 那怎么比 人家母亲没有奶 迫不得已才让孩子吃奶粉 我有奶我天天往外挤 你们天天给我往外倒 李鸭平我现在不跟你讲这些 我跟你讲这些 我没法跟你讲 好 我只问你一句 我的孩子我能做主吗 没人不让你做主对吧 好 好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儿子六个月之前喝我的奶 如果以后我供不上 那是我的事情 我现在能供上 我就让他喝 明天开始 我都带几个奶瓶上班 我把奶泵好了 放在奶瓶里面 搁在单位冰箱 下班以后我带回来 我亲爱的雅萍妈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 喂我儿子奶粉了 算我求你了 喂 喂 怎么样 最近孩子吃你的奶了吗 彻底不吃了 现在这个奶粉造的呀 太厉害了 那天我尝了一下 不要太香啊 我都怀疑里面放音速了呀 你笑什么笑 我现在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我往奶头上抹蜂蜜 我抹巧克力 我连海底总动员的大头贴 我都贴胸上了 你这个小东西呢 根本都不管的 只看不吃 拿这个当玩具了 好 我前两天 男手已经退回去了 我看你啊 你也别钻牛角尖了 孩子不吃就算了吧 难道你让孩子 一辈子吃你的奶呀 早点断肥也好 奶奶奶奶 奶奶奶 奶奶奶 你可多好 叫了多好 叫姜爷妹妹 太清楚了 叫姜爷妹妹 叫姜爷妹妹 你叫爸爸 娟儿快来快来 会说话了宝贝 快快快 叫爸爸 爸爸 叫啊 叫 还是还是奶奶 还是奶奶 还是奶奶 叫爸爸 叫爸爸 爸爸 叫 叫 叫 跟他叫客气 快 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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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宝你干嘛呢 你不在玩什么呢 寶宝 寶宝 寶宝叫妈妈 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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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K 妈妈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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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宝宝坏 宝宝最坏了 是臭宝宝 你拉巴巴在脖子里面 搞了半天我在家里养一只狼啊 还要吃掉我儿子 搞了半天我在家里养一只狼啊 不光要吃掉我 还要吃掉我儿子 搞了半天我在家里养一只狼啊 李亚萍 你给我听清楚 妈 这个家 只能有一个女主人的就是我 我想我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 我留下 请这个老女人给我滚蛋 或者我留下 你们两个给我滚蛋 你明天早晨之前给我一个答复 不是 你发什么邪魂啊 你至于吗 狐狸卷 一个孩子说的话她懂什么呀 你就这么编排我妈呀 我妈洗衣服带孩子做饭容易吗 你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让她 你让她走 你让她去哪儿啊 老家房子卖了 我爸也不在了 她能去哪儿啊 你差不多就得了 李亚萍 说实话 我一点不在意我儿子说什么 他不过就是个留生机 就是个传话头 这叫教者有心 学者无异 我庆幸我儿子学得快 学得好 在我还能来得及改正之前 他要是贵人直开口 到三岁才说话那一切全完了 你自己现在看见了 你妈在这儿吃我的 住我的用我的穿我的 说是给我带孩子 她心里怎么恨你 你都看见了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我累了 我希望明天早晨起来之前 家里少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 要走你走 我告诉你 李娟 这个屋里有我妈 我儿子和我 我们三个谁也不会走的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搬出去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我再说十遍还是这句话 我们三个没有一个人会走 你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滚蛋 李娅平你大概脑子坏掉了 跟我斗啊 你想跟我斗啊 好 那咱们法庭见 我不相信法院会把这个 没断的小猫头判逼你 我也不相信法院会派 我们母子两个去睡大马路 让你住在这个家里 可我逗 你别忘了 你姐姐的借条在我手里 白纸黑字写着欠款兵的运气 李娅平 还真别把我逼急了 你要真把我逼急了 我不但连本带息 我要把钱拿过来 我还要你继续付按揭 付抚养费 让你的儿子跟别的男人性 管别的男人叫爸 生日快乐 不让我 扶我 你 扶我我扶你 你怎么了 扶我扶你 我扶你 我扶你 别扶我了 别扶我扶我 妈 你 我扶你 亚 我扶你 孩子 啊 你说 好好一个劲 整成了这样 咱大人都是有责任的 不管咱们之间矛盾有多大 但是对孩子 其实咱都是一条心 你看看现在 为了咱们之间 这点问题 真要让孩子有三长两短的 谁也活不安生 对了 那啥明天一早我就走了 雅萍呢 也要出去住一段时间 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毕竟咱是一家人 毕竟咱是一家人 我想你会想明白的 做摄ết 这一年来 我跟丽娟就没再联系 虽然我和妈妈非常想念我的儿子 但我觉得丽娟对仇恨还没有退去 我没办法再面对她 你们单位里人给我打电话 说你妈快不行了 我想她可能想看看孩子 妈 吃 妈 我把包包给你抱来了 我把包包给你抱来了 三天后 我和丽娟带着孩子 送走了妈妈 想起你把我当作孩子一样叮咛 想起你把我当作孩子一样叮咛 路灯下你一去不回的第一 尽管是分离 不用珍惜自己 我们曾约定 想起我们的爱情 就在城市的街心华然 刻在书上的誓言 证明我们曾相信永远 你的手和你的肩 卷起我就是整个世界 亲爱的再见 回忆里再见 想起来的爱情不变 想起来我们的爱情 就在街道的另外一遍 就在街道的另外一遍 玩在一起的少年 重演我们曾爱的昨天 亲爱的再见 回忆里再见 想起来的爱情 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